高龄的王老先生表演半蹲行走 看来生龙活虎 很难想象之前的他主动买半膜严重狭窄 稍稍运动就喘不过气来 心里蹦蹦跳这个气喘 跳一气喘说这两条腿马上没有力量了 随着平均寿命延长 老年人口越来越多 患有主动脉半膜狭窄的病人也有增加的趋势 超过75岁的老年人 每10人就有一人有主动脉半膜狭窄的问题 却可能因为年纪过大或合并其他疾病而无法接受手术 如果只是单纯的用药物治疗 那一年的死亡风险高达50% 那用这个经导管半膜致患数呢 可以让病人的他的死亡率降低至少40%以上 台北荣总导管半膜治疗团队 以最新局部麻醉技术 经过导管进行主动脉半膜致患手术 减少感染及其他并发症发生的机会 替高龄高风险患者带来一线生机 但目前健保人未给付 手术费用并不清明 病人在接受治疗之余 仍然需要多考虑自身经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